現在安裝牛津三到五級的部分 一樣從電腦上面先點出檔案 然後開始做安裝 畫面會開始跑喔 好現在要安裝完畢喔 那安裝完畢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出來做點擊的動作了 安裝完畢之後呢 這個部分跟一二級不一樣喔 不需要再去點智能貼 直接把筆拿離開USB線 拿出一本三到五級的牛津書 好我們現在試試看 好這是三到五級的牛津書 仔細看一下這邊會有一個筆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拿這個筆已經開機了 那我們點一下這個筆 退出點讀模式 喔那我們再點一次喔 他會唸 這樣代表他已經有讀到這本書了 Drawing Adventure Wilmer had a lot of drawings They were all pictures of girls 這樣就已經是安裝成功喔 那您三到五級的書 任何一本 你三到五級的任何一本書 要讀之前 務必一定要點這個圖片的動作 才能夠讀喔 務必要了解 好謝謝 謝謝 現在我們要安裝的是牛津 六到九級的部分 那首先 客戶單的程式的部分 也一樣是要開啟 然後從電腦的部分 請找出 牛津六到九級的電腦安裝檔 好在這邊 把它點開 那請仔細看一下喔 已經改成080了 那現在開始做安裝的動作 好 目前的話 六到九級的部分 也即將安裝完畢 好 安裝完畢囉 那 安裝完畢之後 請把點讀筆的部分 的USB線拔掉 好的 那 筆拿 筆拔離USB線之後 我們拿出一本 六到九級的書 好 這是六到九級的書喔 請您仔細看 這個部分 一樣有一個筆 那 待會兒點讀筆的部分 要先點讀這個部分 那 現在我的點讀筆 已經是處於開機狀態了 這樣代表他已經有點讀到這本書的資料囉